延续刚好话题 其实台北股市再创新高虽然是好事 但是就是因为位置这么高了 谁还敢随便抢进呢 而且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台积电这种大型股 那到底应该要买什么 怎么买才不会踩到地雷呢 那就要锁定我们最新一期的非凡商业周刊 找来非常多的名师 帮大家找出下一个多头的接班人 那我们新观点今天就特别拜托非凡商业周刊 不要藏私透露一点今年的产业趋势 应该怎么看呢 首先带您观察一下国泰正旗顾问处呢 他们就点到了在第一季极短线的选股呢 就可以留意到延续去年非常长地的涨价题材 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 除了这些涨价题材可以留意之外 还有一些筹码面转好的个股 反倒都是可以逢低来偏多操作 很重要不要过度追高是逢低偏多操作 就要带您来观察一下最近持续发烧的 就是涨价题材了 其中看到了像是被动元件 还有像是印刷电路板PCB上游的部分 最近都是有收回到一些涨价效应 股价也有偏多反应 可以值得来做观察 当然除了看到涨价效应之外 还有未来产业前景相对看好的 有哪些族群呢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成长潜力相当大的 其中观察一下游戏族群 最近也是表现非常飘悍 尤其是台北国际电玩展 即将要正式登场了 再来就是仿资族群 也是他们同步看好的 尤其是股价位阶也是相对低 另外还有产业方面 就是电动车的概念了 市场上也相对看好未来的需求 再来就是极短线 可以留意哪些方向呢 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看到生计族群 开始在低档掀起了落后补涨的效应 尤其是看到最近在产与财报控装期的时候 生计产业就开始有在低档 开始沉浅 而且开始上上攻进的态势 值得来做观察 当然为什么国台正旗顾问处看好这些产业 理由是什么 我们也马上帮大家统整出来 也发现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们都是从产业的基本面来下手的 其中看到了像是被动元件呢 就是收回到了这个涨价效应题材持续发酵 MLCC在这里供需吃紧 而且订单的能见度已经确定 能够看到本季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可以观察到PCB产业呢 在目前呢 供需也是相对吃紧的 而且他们要强调哦 是上游的获利会比下游还要来得好 所以择骨布局就要留意到上游的产业 再来游戏族群呢 则是留意到 虽然月底有一些国际电文展就要正式登场 最近的股价也是开始暖身 但是还是要留意到他们有一些营运的波动 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如果投资人真的要选游戏传业的话 就要选择产业的龙头股 或者是有稳定获利的个股来进行布局 那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呢 还有非常多的产业个股值得来做留意 像是汽车零组件呢 就带大家分别来看到了像是电动车概念 最近未来也是看到了中国的市场快速发展 再加上呢 特斯拉也是逐渐的步上轨道 所以未来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也是市场上持续在做看好的 当然传统车也是有持续成长的机会 尤其是看到最近美国受到了极端气候的影响 有暴风雪 甚至在于大陆市场的需求提升 都带动了售后服务的市场 也就是AM市场 未来还是有相对多的潜力可以来做观察 另外在于纺织产业呢 就是看到最近即将登场的 韩国平昌冬季奥运 还有在下场6月非常重要 世界杯足球赛就要正式登场 就有机会能够带动最近的纺织族群 从谷底开始回升 当然刚刚专家也提点到了 在极短线可以留意到的生计产业呢 其实未来的产业前景 也是可以值得来做观察 就是因为现在全球面临到高龄化 而且未来的三年主要的市场 像是欧洲 美国跟亚洲的成长 也是相对明确的 但是目前可以观察到 生计产业是比较没有本益比的 所以操作面还是得要留意到 它们基本面的题材 但回归到主题来看的话 既然讲到了游戏 是今年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之一 那就赶快带大家来看一看 当前游戏的最新趋势 下游游戏场要为旗下的 RPG游戏拼人器 首度和时尚界合作 打造Cosplay服装秀 而在日本的游戏大厂任天堂 也不遑多让旗下的游戏机 Switch推出结合纸商劳作的 创作新玩法 宣传片曝光之后 也在网路上掀起热烈讨论 十几位模特儿同时出场气势惊人 经典游戏角色要上伸展台 透过Cosplay真实呈现在玩家面前 为了改版造势 游戏首度结合时尚元素 还找了艺人林恩和老公陈乃荣 化身性感雷娜和主角艾索德 人生第一次走秀 对 第一次走秀就已经不容易了 然后还要Cosplay 我们已经把家里设计成 有点像网卡 对 三桌上两个电脑面对面 现出Cosplay处女秀 夫妻俩透露私下也是游戏迷 睽谓青年经典RPG游戏 爱尔之光大规模三转改版 再加上华丽服装秀 吸引不少玩家到场同乐 我觉得好棒 我好想请那个Cosplay 可以请问一下这套衣服 我去哪里做的吗 他很强调的就是角色的变换性 这个外观的变换性 我们相信有很多女性的玩家 比较休闲的玩家 也一样可以喜欢这个游戏 游戏场拼人气也比创意噱头 日本游戏大厂任天堂 旗下游戏机Switch 甚至推出结合纸箱劳作的 创意新玩法 宣传片一PO出累计破500万点月 也在网路上掀起热议 平凡无奇的瓦楞纸按步骤组装 再插上游戏手把 模型摇身一变成为钢琴钓鱼竿 不过可别小看这几张普通的瓦楞纸 要价可是不便宜 网友直呼是地表最贵瓦楞纸 不过游戏场创意确实带给玩家 和投资人惊喜 也连带拉台近期任天堂骨架 能否在线游戏热潮 就看实际上事后如何满足玩家 所需的游戏体验 记者红香陈玉智台北报导